福岛核灾启示录 是台湾第一本在日本311福岛发生复合式灾难后 由国内学者高成岩率采访团队亲临日本 收集到重要的资讯 并且以对照台湾现况加以平息 台湾一旦发生核灾后产生的后果 101年4月20日福岛核灾启示录新书发表 现场邀请了多位关心核电安全的学者专家 以及支持非核家园的民众参与 而这也是反核多年以来高成岩所撰写的第一本书 日本很可能5月5日以后变成年座核电几组 那如果有的话我个人认为最多是个位数 50几座已经变成历史 很可能会变成零座 那我们台湾目前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就是像日本这样 要地方有钱量钱 地方政府也好 地方的人民 所以我在推区域线的公民投票 这是我这一次 这一年来的最好这个 这个管理核电力 最大的感触 反核二三十年 高成岩教授在核电不可为的推广上不遗余力 教书多年逃离满天下 但却从来没有想过 会因为临近国家日本发生辅导核灾 而为台湾写下启示录 身为他的学生 立委郑立军更是呼吁 绝对不能让其他国家 有机会写下台湾核灾启示录 我们认为说一个环境政策 或是这个选择选应该是全民一起来做主 这是我们一致的理念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 看到老师把他的整个的这个想法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拜本 未来我们这个运动的一个圣经 那这本书的书名是福岛核灾启示录 我真心希望真心希望 以后不要有其他国家的人来写一本书 他的书名叫做台湾核灾启示录 前来祝福新书发表的学者 还包括主持人施姓明 早期和高成员一起返核的刘静新 张武修以及徐光荣 徐光荣教授指出 无论是福岛核灾或者是车诺比灾难 都让世人见识到核灾残害生命 不可收拾的后果 核电厂在三四十年用过之后 这些高放射性的核废料 要怎么去处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 找到真正永久处理的办法 那最近我们台电想学美国 有一些电厂用这个中期储存槽 这个干式的储存槽 它基本上像一个大的热水瓶一样 可是热水瓶我们知道 它封的第一个封的紧不紧 而且这个热水瓶它要放个五六十年 四五十年五六十年 万一它的材质发生问题 我们台湾的电厂都在海边 所以盐分高湿度高 第一个假如出问题的话 这个东西怎么去再处理 万一破裂了 就是高放射性的物质 很自由的就跑到空气里面 随着空气飘 所以这个比我们现在放在这个水池里面 要危险许多 所以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贸然的让台电去直接的去做这个干式储存槽的话 将来是后果无从 从辐射影响人体安全的医学观点 张武修教授指出 正在新建的干式储存计划 未来无论何种 在大气中散播的数量多寡 时间一长 对生命都会造成破坏 胡射对健康还有其他不良的影响 在幼儿的所有胡射普如花 对免疫系统 对它的甲状腺 还有对它的生长花育 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对孕妇的健康也不好 对胎儿的保护也不好 所以实际上游离胡射 不管剂量高低 对健康都有不良的影响 剂量非常高 影响非常多 剂量稍微低 当然影响稍微少 不过呢 没有所谓的安全的剂量 叫做有点点胡射普入 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错误的 在科学上是没有这样 赞助本书发行的 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长陈锡南 则是重申 政府既然无法确立 核能安全的保证 任何的经济发展 都不应该以施行核电 作为借口 干式是最危险的 从它的双市的过程 统光带到华里纸 它是外入市的 步步禁闻啦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的世界核单 从山丁岛到车隆岛到武岛 离台湾很近 台湾是在台湾的时候 离大家各位都成为 胡瑟人 胡瑟人 我们都成为核汇料了 在这各位都成为核汇料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地秘密 我希望我们这些来源 所以核易厂的干式组 他已经拿到政兆 他现在施工了 所以我现在请第1门的公民 都可以 这资金要公开 人民有资的协议 推入的钱 必须要让政府去 让我们标准核易厂的 核易厂的干式组的计划 它的危险性是极端的危险 是拓戒性的 福岛核灾启示录 作者高成年的新书版税 将全额捐赠给台湾环保联盟 此外 也与数位内容产业业者合作与支援下 发行电子书版本 希望书中的核灾知识 能够有更多年轻人 下载阅读 广为散播 今次下载阅的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